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视频咱们再来迎合救世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车的技能 那这一期这个视频不是我打的 是所有的投稿 然后这个车的话最大特点就是外形 长得非常帅,而且非常的稀有 基本上大家可以在比赛当中 基本上你看不到这辆车的出场 那么它的技能的话 其实不是很强 但是人家就是长得帅 长得帅就可以当饭吃 那这里的话 咱们目前的话是被打下来了 吃到一个电磁导弹 那电磁导弹的话会有一个群扰的能力 看一下这里的话 电磁导弹命中算人非常不错 然后这里的话吃了个自爆水雷 这里的话又被龙车给搞了一下 但是问题不大 为什么问题不大 因为我们长得帅 外形贼帅这个车 这里的话咱们复卫一下 水炸弹看一下能中几个 直接中了一个 那也还行 那么手里有个氮气 这里的话是吃到大魔王 那么来到了第二圈看一下 目前的话我们处在第五名 吃了一颗超级导弹 那这张地图是比较简单啊 然后看一下这里又是吃到一个氮气 这一波咱们小碰往前冲啊 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个地雷 那么一个飞碟 目前的话咱们处在第三名啊 第二集团 前面两个人的话领先还蛮多的 咱们此地先吸上去这里的话呢 氮气往前冲 水炸弹咱们要把握好距离 看一下这里要把握好距离啊 复卫一下让水炸弹进去 这个应该是中了非常不错 目前的话咱们的话 第七名了啊 这个车的话呢 用来上分肯定是不是很好 因为它技能不是很强 但就长得帅 是吧 啊 然后往前这里的话 咱们第六名 咱们这场比赛目标能拿到前三啊 咱们就算完成任务 这里的话 但起往前冲 这波的话吃到一个护盾 哎呀 这个龙车非常的恶心啊 其实反应还是慢 咱们丢丢啊 是不是啊 啊 这个龙震荡波 你可以放护盾啊 但是这个护盾 咱们先留一留 但起往前冲 前面的话 咱们护盾直接用掉 哎 非常的细节啊 这里的话 直接双尘蚌子放出去 护盾手助啊 然后一个飞铁干扰一下 第一名 这里的话往前冲啊 拿到第二 还也是非常不错 你看这车银河就是外星贼帅啊 第二名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啊 我们拿这个银牌 也可以站上领奖台 对不对 你要说人人 如果大家都拿冠军 那谁去当绿叶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心态要放稳啊 第二名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行吧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各位 拜拜